第二 开发智力 而且乒乓球的危险性很小 不能说零 都有危险性 但是相对有一些体育项目来说 它的危险特别小 锻炼身体 开发智力 培养它这种争强好胜 不服输的这种精神 这是课本上学不到的 而且这是面对面的这种竞争 今天你赢我了 明天我想办法赢你 然后你在想办法 明天把我打败了 我在想办法再打败你 就是说这种竞争的意识 它从小形成了以后 它有竞争就有提高 乒乓球是所有体育运动中 涉及技术最多 最复杂 最细腻的项目 在幼儿时期就开始练习乒乓球 并不仅仅只是一般的身体锻炼 而是一种全方位的教育 在玩乒乓的同时 完善了幼儿的人格和个性 发展了智力 更为终身喜欢乒乓球这项 充满魅力的运动打下了基础 接下来即将为您